有一位挑战者,胆子很大,数饼单,看看,84.52,可以啊 我们来学习一下,学习一下,我们抱着一个比较虚心的态度,学习一下 看看女巫如何才能打到这么高的一个胜率 玩具囚徒拥兵加勘探 这道阵容其实牵制的能力有,然后呢有一定的打架能力 运营的话呢,玩具商这边还能够给到队友一个跳板 如果这个跳板给到一个上二楼的机会的话 女巫其实抓人不太好抓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 但路人局嘛,想要去战胜女巫 还是看就前期第一波 你第一波就得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合得牵制起来 你一旦就陷入到了一个什么呢,陷入到了一个女巫 哎,这边第一刀没打中 第一波女巫就比较顺利的将人击倒了,挂上了 那其实穷者不太好打的 这边的话是消耗了一个寄生啊 这边看待员剪个圈,往前拉 拉出一个自动跟随以后放狗 拉出一个自动跟随以后放狗 这边的话信徒已经跟过来了,狗咬中 想单挑我 这里狗咬中的话应该是要倒 要么队友帮忙扛一刀 队友帮忙扛一刀我觉得也不太能行吧 磁铁 哎,吸了一手啊,飞轮还行还行 但这刀 他这波如果弹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弹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那整体击倒来看的话 这个击倒又压住了佣兵的密码机 其实穷者不太有的 他有机会去征胜了 你这里征胜的话得是什么呢 得是这边揪下来看待员自己溜起来 那么看待员自己溜起来 女巫他这边能干嘛呢 你真溜起来了 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了 进入到一个比较强势的交互点了 女巫这边待会就切闪了 而且这边还知道佣兵的一个位置 狗咬中的话 佣兵这边不说就不下来吧 双岛总要吃的 那我顶一个信徒出去 我顶一个信徒出去 在外围打你的 哎,这边还防着呢 防你跳护臂的一个距离 哎,很细啊,鼠饼 这波的一个防守就做得很好 然后这边再卡一个自动跟随 再把信徒补上 哎,过半了 你救不下来了 这波是又打了 佣兵又过半 真的学到很多 是不是 打一刀 这边救下来 看来别人磁铁弹 不太有操作起来的可能性 哎呦,还有个侧边刀器 直接双挂 算一下密码机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现在是三台出头 挂飞勘探挂佣兵 外面的玩具商和囚徒 都不一定救得下人来 这边看到什么踩什么 哎,都给你处理掉 稳稳当当的一个多抓局了 可能还有一定的悬念就是什么呢 这边唯一的一个剧本 玩具商从天而降飞过来 把佣兵救下来 佣兵一个护币跳开 进入强势交互点 女巫这边抓人失误 切闪现 闪现还空了 仅此一个点 关键点在于闪现还要空 才行 这边想救人 你救人来嘛 换抓 两个人里面必吃一刀吧 对吧 我抓你这个就可以了 佣兵跳走就跳走的 跳走我这边把你囚图挂上 然后把囚图信徒补上 拿着佣兵的寄生信徒 这边已经佣兵寄生信徒 已经在反走了 待会儿就是 切到佣兵脸上的时候呢 还可以直接切闪 把这佣兵给秒 佣兵这边的信徒 其实消弹蛮快的 看这波 能不能秒掉这佣兵 信徒过来了 消掉了 消掉就消掉吧 消掉就消掉 我这边挂上就可以 那看来这边 最后来几子玩具商修 佣兵要救人 佣兵要救人 半血佣兵 位置的话大致是知道的 直接放狗 这只狗等着 它是在等佣兵这边拍板子吗 还是说这只狗是在防守 哦 它在防守 它在防守一个过半 板子拍掉的话 这只狗咬不中了 但它这边可以切闪 我觉得它这边可以切闪 直接过去秒佣兵 如果说对密码机的判断足够准确的话 因为那个机制是不够的 不可能好的 佣兵过来了 一刀有了 那人还救不下来 交了个电 完了 取消插套 诶 全者这边 嗯 这波的话 不过也无所谓 说实话无所谓 这里佣兵 我把佣兵挂上 也可以嘛 都差不多的 好玩具上这边 应该是有机会 能跳个地窖 佣兵是二关 佣兵是二关 挂上呢 我这边就不亮机子了 女巫这边的话 本体有一只狗 信徒补上 狗咬住 打刀 这局确实看不到机会啊 就 这个女巫上来的一个节奏 在 开局 我就讲了 已经是 大概率能拿下了 她打佣兵那波打完以后 就已经 彻底结束了 其实 就只剩一些就是 离奇的剧本了 正常的剧本 已经走不通了 找到了 玩具上这边一波跳 那边的话 佣兵挂飞以后 信徒会消 那这边的地窖 应该是有了 地窖应该是有了 可以吧 能走一个就可以了 她应该打凶一点嘛 这边就是牵着以后 过去给 玩具上补个信徒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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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这个地方是 并 看 你说 捺 就 在 健康 我 得 很 有